这是谁给你拍了 是我 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 给亚明拍了 我明白了呀 你俩在西安的时候 就搞啥了 是不是 我没有 高嘉林 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吧 柯南 是我 我先主动的 我爱高嘉林 如果你要恨的话 就恨我吧 柯南 对不起 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伤害了你 你只伤害了我吗 你还伤害了巧真 是 嘉林哥 你咋不回家了 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 我还以为他骗我呢 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你再说 嘉林哥 没出啥事吧 你先喘口气 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喘了 你说吧 你说呀 咋了吗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嘉玲哥 有啥话你就说 既然你有话要说 你就跟我说 千万别憋在心里 我说出来 我怕你哭 你说 我不哭 小真 我可能要离开县城 要调到一个 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那你 去吧 那你怎么办 乔真 嘉玲哥 你别说了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你 走吧 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 就这样 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 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 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 配不上你了 我是个农村娃 没有文化 帮不上你啥忙 日后 也要拖累你的工作 你走你的 到外头 找个更好的对象 也好照顾你 你在外头 人生地书 不像在本乡本土的 都会转弯 都会转弯 麦子都会低头 老人说过的话 人长大 人长大才会懂 人生中的路口 坐河又去或留 不管怎么悬 尘土都飞扬 我们都在途中 迷着路空着手 有过爱便有恨 对不起 教授 我走了 到我一世最好的笑和泪都值得 不管哭 不管哭欲乐都是我要的 比如爱过你 被梦高高的抛弃 现实摔我一身你 可这依然是我如此无悔 选择的人生 让我轻轻地 爱你